小伙伴们大家好,我是小李子 今天分享一个黄豆超级美味的做法 咱们将黄豆提前浸泡4小时 将配料准备一下 大蒜去皮,生姜切片 配料都准备好了之后 咱们就可以开始烫热了 锅内加入适量的清水 倒入泡好的黄豆 然后开始下调料 适量的干辣椒,生姜,大蒜 桂皮,花椒,八角 再加入一勺半的酱油 小半勺的老抽上色 一勺白糖提鲜 调料都放齐了 咱们开大火,不到收汁 汤汁送干就可以出锅了 毫不夸张的说 这是我吃过最美味的黄豆 一勺一勺的,根本停不下来 喜欢的朋友赶紧去试一下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